在市区也发生了一起自撞车祸 一台租赁豪华修旅车撞上安全岛之后 整台车是喷飞到100公尺外的路旁 车体侧翻严重毁损 不过车上人员第一时间全部都落跑 警方也正在追查当中 黑色修旅车侧翻在马路上 车身严重毁损 安全气囊也爆开 车体零件散落一地 警方货报赶到现场却不见驾驶踪影 这几车会意外是发生在凌晨3点左右 地点就在文新路河大敦18街口 根据目击者表示 休旅车撞上安全岛后 整台车喷飞到一公尺外的路旁 侧翻滑行 再碰撞路灯杆 车内有几个年轻人不知什么原因 脱困下车后全落跑 由于这是足领车辆 目前警方将联系租赁公司通知驾驶道案说明 除了调扣驾照也将依法开罚 而无独优偶的凌晨3点多 在杀戮区也发生了一起自撞的车祸意外 驾驶受伤送医 白色小轿车严重回损 第一时间车头起火 附近超商人员连续拿了三支灭火器灭火不成 赶紧通知消防队救援 一度以为后座还有乘客 消防人员立即破窗 幸好虚惊一场 详细的车祸原因 警方还要进一步调查厘清 记者综合报道